人行道成了游戏场吗 台中风源区有民众募集两名学生 疑似是下课回家太无聊了 竟然趴在人行道上玩起了游戏乌龟翘 真的是让民众看傻眼 而且这旁边还是十字路口 两名学生趴在马路边不是身体不舒服 而是玩起游戏乌龟乌龟翘 学生俩玩得超嗨 其他同学站在一旁跟着拍手起哄 尾龟骑士经过还险些撞了上去 募集民众看了傻眼拿起手机录影 影片地点就在台中风源中正路上 两名男学生已是下课回家太无聊 临时起意竟然趴在人行道上玩起乌龟翘 五六个活动生啊 然后呢鬼叫鬼叫呢 他回家哪 我觉得这个父母比较危险 他放任孩子在那里玩 因为这里离马路太近了 虽然不是在大马路上 但警方表示已经出发 因为只要在交通平反的道路附近 任意奔跑细细甚至坐卧蹲立 只要有阻碍交通就可开罚五百元 警方没有接获报案 但以通知校方加强宣导交通规则 接着陈本庄陈世杰台中超音乐